秦始皇寻幸来到了屋中 屋中当地的百姓有成千上万的人拥上了街头 围观呢 秦始皇的车架 到底看 他有多大的威风 还想呢 见见这位始皇帝 今天秦始皇啊 心情也特别好 他还把车帘撩起来了 探出身子来 有意识的 让百姓啊 好好看看他 就在这时 人群之中有个小伙子 大善这么一声啊 应当杀了这个暴君 取耳代之 就是说把秦始皇杀了 由他来做这皇帝 这一嗓子 这声音可不小啊 好多人都听见了 幸亏旁边有一位 抬手就把这小伙子嘴给捂住了 即便是那样 秦始皇手下的那宝架的 京军武士 哗的一下就围过来 还用他们围啊 当地那些武族啊 早就过来了 因为始皇帝 群姓路过无中 快级郡的郡守阴通 早就知道 他也照样是提心吊胆 那他投一个礼拜 那年头没礼拜 就投七八天 他就做了一番详细的办法 哎 文臣应该怎么做 武将应该怎么办 把他身边的 欣赴大将 两位俊位 早早就给找来了 一位叫继部 一位叫钟离妹 这郡位是干什么的 郡位就是辅佐郡守 管理啊 这一郡的武将家族 哎 训练这个武士的 反正这么说吧 跨马抡刀的 都归见二位管 郡守阴通 做了一番布置 让他们要格外小心 只要是 把始皇帝的圣驾送走 我呀 众系二位呀 咱们再好好敬会敬会 所以今天这二将呢 也在人群之中 等围过来这么一看 喊这一声的不是旁人 是项梁输职 项梁带着他的侄儿 项羽 哎哟 这些的继部 贺同类妹 以及当地官府的这些办案人 这么一瞧 傻了 怎么 这怎么办呢 是项羽喊的 这肯定了 但有一样 就是他喊的 你怎么能把他捉住呢 良心也下不去 怎么呢 大大小小啊 都受过人家的好处 只有既部中类妹二将 哎 只是引过一次几胡 这二位呀 还比较理直气壮 剩下的人 都手足无措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其中有一个 可是真够聪明的 他赶忙 跑到既部中类妹二将跟前 二位将军 没事没事 放心吧 这个有人啊 掏包 掏包 小偷啊 那年头有效力吗 这个坏人呢 肯定是有 但是呢 不一定是这名称 他所谓这掏包啊 也是把他给挤着 把他挤着的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其实掏什么包啊 秦国那时候的钱 甭说 没包 有包 你也掏不动 怎么回事呢 从达春秋战国以来 哎 这个钱币呀 很杂乱 比如说 有些布币 刀币 哎 骑刀啊 明刀啊 安阳刀啊 还有鬼脸钱 印子金呢 要不怎么 秦始皇 这个继位之后 扫平六国 统一了币制呢 这也是他一个功绩啊 秦朝呢 统一用这个 半两钱 他的这个主张就是金币为上 铜币为下 就在秦朝那时候 中国已经 流通金币了 所以说 有些人觉得这个金币很了不起 军币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啊 中国早在 两千年以前 花的就是金币 今天说掏兜 这不是起哄吗 怎么 你怎么掏啊 哎 一个钱 那就半两成 好家伙 一兜子钱 吸引划大 也听不动啊 所以这位急了 哎 没话找话吧 挤得出这么一句来 继部钟离妹也差点热了 什么什么 嗯 偷兜 啊 不不 二位将军 可能有人丢了东西了 着急了 哦 怎么回事 那赶快 往上回吧 得告诉秦始皇宝家的武士 你说了 这不行了 你就跟上边说一声 哎 就说有人丢东西了 着急了 哎 顾问顾啊 这个这个 瞻养 盛言了 哎 瞻养 龙言了 就是皇宫看的 始皇帝了 什么都不顾了 脑子也挤丢了 鞋 也挤掉了 容易着急啊 有人把钱挤了 约庆明 你多多原谅 你多多美啊 一直啊 回到赵高那儿 赵高这么一听 什么 有人丢钱了 丢钱 至于这么大惊小叫吗 嗯 再说呀 我在车里边坐着 晃红乎乎的 也好像 听见人喊了一嗓子 是什么 什么曲儿带着 在这儿喊什么 曲儿带着 不行 一定 要给我查个水落实处 查 怎么回事 赵高啊 他已经成了 惊弓之鸟了 啊 薄浪沙那一下子 秦始皇没傻 他傻了 今儿的呀 吴中的老百姓 这忧上街头来 这赵高就很不高兴 但是由于秦始皇 心里挺痛快 看来呢 他很愿意这样 好像也很愿意啊 让百姓见见他 这赵高就不敢说什么 不然 他就要拿这个 俊手问罪 当然 把这俊手 阴通也怎么样不了 怎么回事呢 感情这里多少 还有点小瓜哥 这个俊手阴通啊 也不从哪论着 还是赵高一个门神 所以呢 赵高真想把他 伸持几句 基于皇帝这样 自己也没敢言 现在这一乱 他不让 查查 呼 这人赶快就下来查来了 甭管问谁 也就是说 你问到每一个老百姓 年老的年少的男的女的 都说 没听见 其实啊 好多人 都听见项羽喊了 要杀清爽 去而带着 但是呢 没一些发展 怎么回事 项氏 疏直 人儿太好了 问了半天 也没问出 所以然 只好再回复 赵高 该时 项梁 已经把项羽 给拉走了 可把项梁吓坏 他惊了 一身冷汗 咋心里忘爱 气得不得呀 心说回家 我得好好教训 教训你 项羽 你可太不像话 你我叔侄 逃到此地 叔叔我忍气吞声 啊 接交官府 维持好多人 还不是为了 赴咱的家仇 抱咱的国汉 我用得着你喊这么一声 你总然有一身 惊人的武艺 你怎么能 杀退秦床 身边那么多武士 啊 那取而代之一句话呀 就能办到 这是其由此理 项羽也知道 自己有点鲁莽 赶快跟着叔叔回家 绕道回家 那么这个事呢 总算是平息一下 秦世皇呢 要在屋中这儿住一夜 他安顿好了之后 问了文赵高 屋中这地方怎么样 有多少居民百姓 对 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怎么样 呵 赵高半迟一惊啊 心说怎么了 这儿 陛下改脾气 从来没问过这儿 到哪都是大厅 离明山大川还有多远 左近有没有什么庙宇 供奉着什么神仙呢 这儿出产不出产 长生不老药什么的 很少问到这方面的事 这真不容易 赵高呢 有意无意的 就替这个郡守阴通 每言了几句 说这地方都不错 啊 秦世皇点了点头 那我出去走走 啊 赵高已经哆嗦了 陛下您可不能出去啊 怎么 这地方咱们不常来啊 人生地不熟的 这儿跟咸阳不一样 我知道您经常微服出宫 可这儿呢 就比不得咱们家了 这儿咱哪都不认识 不认识怕什么呀 那您出去要干什么呀 陛下 这个我想 找几个长者聊聊 聊聊 哦 您问得很啊 那我找几个人陪您聊就不行吗 陛下您先稍后片刻 奴才该死 我不应该阻拦圣仗 您等着我 我跟李斯商量商量 赵高极了 找李斯来了 他们一说 李斯一听皇上他怎么了 他要上哪啊 找人要聊聊 哦 那好办 怎么 刚才你没看见哪 我一进这个行宫就看见了 开行宫的就是个长者 这老头岁儿不小了 可是挺精神 人也挺豪爽 让万岁跟他聊聊不行吗 那咱们得 得请示啊 问问行 两人一块 来问秦始皇来了 始皇帝这么一听 哦 这儿就有长者呀 哦 把他请来 我见见 哼 连李斯也觉得奇怪了 怎么皇上没这么何奇怪 陛下这儿怎么了 他们下来赶忙 把这位长者给请来了 赵高啊 跟这长者聊了一档 聊什么呢 哎 我说老头 你可得放聪明点 啊 你见着皇上应该说什么 听见没有 这可是你莫大的造谱 哎 祖神的英功 父母有德呀 万岁能够召见你 你打听打听 陛下赵见过谁 连你们这儿的遵守阴通 还没来得及见家呢 先要见见你 万岁不管问你什么 你呀 挑好的说 顺着万岁说 你可不许呛着他 这老头也不丑 这赵高 也不哼 也不慌 就要这么背着手 慢慢往前溜达 眼看哪 这就要进殿语 见着皇帝了 他还不言语 赵高有点急了 哎 我说老头 你耳背似的 我跟你说这半句 听见没有 这位老者 斜亮他一眼 我听见 一个字都没落下 是万岁 主动要见我 不是我想见万岁 你知道吗 啊 呵 赵高一小 还有这么跟我说话的吗 这朝里边 除去陛下能跟我这么讲话 没见有第二个呀 啊 就连那殿下胡亥 还得叫我一声老师 文武百官 那就甭提了 你说这老头可恶不 啊 皇上要见你 给了你脸了 你有点忘乎所以了吧 你别忘了 你见完架之后 我也可以收拾你 但是呢 赵高没法脾气 啊 哎呀对 那您记住就好了 哎 您知道怎么说 那就对了 行不行 把他带来一见使皇帝 秦皇一乔 这老头啊 虽然可不小 可是呢 挺精神 刻发童年 建皇帝 得识大礼呀 古代讲九拜之礼 九拜之礼里面最重的礼节 那就是祭首礼呀 哎 以头储地 脑袋门子顶着地 半天 不抬头 这礼节可了不得 可这老头呢 近来往那一站 看那个样子 要想给秦始皇施礼 但是呢 又不太情愿 给他跪下 秦始皇 是很聪明的 他看出来 啊 连礼吧 老头就借着这台间 是长衣不败 呃 赐座 还给个座位 哼 赵高点进头 心说呀 老头 你算齐了 怎么 这是多大的脸面呢 见老皇帝不磕头 免了礼还给个座 甭说你呀 连礼司赵高 我们都没有这种疏欲 这种特殊待遇 老头也没客气 只道了一声蟹索呢 其实王冲的点了点头 老丈 你叫什么名字 哎 回万岁 老朽 叫不轻 哦 你多大年纪了 九十岁 为何 金石光一想好吗 快大我一半了 这么精神 金石光一想 这老头难道吃了什么长生不老药了 啊 他有什么养生之道呢 我还真得跟他好好聊聊 起码呀 我得跟他打听打听 怎么能把自己体格保养的这么好 啊 耳不容也不花 腰板也不擦 不容易呀 老丈 你是当地人吗 哼 也算是当地人吧 哦 你在这儿看守行宫 多少年了 我才来在这儿几天 原来我不在这儿 哦 原来你在哪里边呢 我看过大羽宫 哦 金石光一听笑了 那好啊 寡人我这次寻幸出来 首先到了云梦 然后呢 我就祭奠了 大羽 哎 不请老丈 这个 你看寡人我 比当年这位大羽皇帝 哎 如何呀 金石光这句话的话语还没落 糟糕 就冲着老头这眼色 鼻子你快说呀 你得说 万岁的功德 高过大羽百倍呀 你功过三皇古地吗 众口就说出来了 我看这老头啊 很有学问 说这句话并不能 这老头没言语 就这么瞅着 金石光 这老头 胆子真不小 怎么呢 虽然皇上赐坐了 你在皇帝跟前坐着 不能跟皇上 面对面 那就叫欺君之罪 你得测着身 给皇上 大半个脸 给他少半个脸还不行 给皇上一挤尿 给他个耳朵 那哪行啊 你瞅着他也不行 这老头倒好 像是 多年没见一朋友 老头瞅着 金石光 哎 那个目光啊 倒是很慈善 很亲切 但是呢 那也受不了啊 照告我担心 怕金石光发脾气 也不知道这位皇上怎么了 今儿个 拓和气 哎 老头瞅着他呀 金石光倒挺高兴 哎 哎 我问你话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陛下您记过大语 对对对 您现在问我 您的功绩 比大语皇帝怎么样 啊是 我正是这么问的 你说怎么样 不知陛下 让我说些真心肺腹话呢 哎 还是 这个 说一些 口不对心之词 哎 是皇帝一听一看 我既然问你 当然 我得让你说心里话呀 寡人我 最喜欢听的就是真话 哦 可是 我有些耳闻啊 我听说陛下您 一贯是浩大行 不喜欢 听那个不顺耳的话 喜欢听 您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的那样的话 而且还得说 您说这话说的 非常之高明 云古 也没有一个 说这样话的人 所以今天 陛下您一问我 我得好好想听 这话该怎么说 嗨 你就随便说 哎 甚至于你骂 寡人我几句都可以啊 嗨 赵高在旁边一听 就是太阳从哪边出来了 皇上是怎么了 干嘛跟他说这样的话呀 这位薄青老人摇了摇头 我不会出口不逊 辱骂万岁 我平生 不会骂人 因为这位老汉 学问太大了 有学问的人 不能出口不逊 张口就伤人 嘴里头在一些不干净的字 那有湿身子 亲皇已经来更好了 那你就随便说吧 好 陛下 我就是 大羽王的后代 哦 使皇点点头 今儿还真问着了 感情是 羽王的后人 那你说说吧 陛下 我知道大羽在位之时 他心教众里统一斗湖啊 说是这个羽王啊 在当年 他很重视教育 普及教育 哎 众师里这个人 统一斗湖 就是这个 杜梁恒呗 陛下您呢 在这点上做的也不错 可是当年羽王啊 他是主张 穿成国 逢阁甲呀 把这个堡垒呀 城墙啊 全拆掉 哎 为了平息这个战争 知道老百姓 讨厌这个战争 所以呢 把甲阁都烧了 陛下您让我说实话 残酷不仁 是羽王也好 姚舜皇帝也好 相形已至 不像您似的 没事 逮着人就杀头 哎 再不然就把人剁为肉酱 豁灭几族 这都不对 哎 姚舜重建如流 李贤下士 因为他们子不休 而公义让天下 姚王有个儿子 叫丹珠 哎 这个人不错 但是他没有治国的本领 他不能给老百姓造福 所以啊 姚王就没把天下传给他 要说那他亲生子啊 父传子 嫁天下 可是人家姚王就没这么做 他为了国家安宁 为了给百姓造福 要往公义把天下 让与了大顺 就是那个顺帝 顺帝之子商君 和丹珠情况差不多 顺帝也没把这个天下 让给他的儿子 而是让给了 造福人民的大羽 姚舜宇呢 当年也经常下来走一走 也可以说叫寻姓天下 但是人家是体察民之疾苦啊 走在哪儿都问一问 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 陛下您也经常出来走走 我听说您是游山滥水 采药求仙 大雨过时事 下车步行 问政于民 说羽王走在这么一个 很小的村落 只有十几户人家 他都老远下车 不下走 同时呢 还到各家去 而现在的话来讲 那叫访贫问苦 陛下侍从 不下千计 您呢 再看看 跟着您的人 好几千好几万 百步之外 行人回避 离着还有一百步远呢 老百姓就下跑了 大雨死的时候 官三寸 裹四寸 下地七尺 那官菜三寸厚啊 那个官外面那裹 才四寸厚 还是用尾子编着 下在地里埋七尺身 是上不通臭 下不及全 就可以了 陛下您呢 还在您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 修起立山墓来 这样看来 您比大雨相差 太远了 嘿 几句话说的 使皇帝是怒法 冲棍